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第三讲 国度的奥秘和生命 其实呢 你知道我的一讲里面其实有两讲内容 就是国度的奥秘和国度的生命 那我们先来看国度的奥秘 弟兄姊妹 你们当你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奥秘这个词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是很神秘吗 想得起来相关的经文在哪里吗 能不能想起来一处经文 照着上帝的永古不严的奥秘 对吗 那个永古不严的奥秘如今在哪里 如今在基督里面已经写出来了 要知道 所以圣经的奥秘这个词 他不像我们中文的这个词一样 奥秘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不是指神秘 深奥隐藏或者是困难的事 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奥秘是什么 这奥秘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计划 对世人来说本来是隐藏不明的 然而后来在他的拯救计划的这个过程当中 借着先知 救援的先知 然后把这一个奥秘 不断不断的渐渐的启示给上帝的百姓 奥秘是什么 简而言之 奥秘就是上帝神圣的计划 上帝神圣的计划 对人来说 这是我们 如果他不启示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但是这个奥秘在上帝的心意当中隐藏了许多的世代 直到基督到来 直到上帝的儿子将死 将他显明出来 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在这个大一礼书的时候 你发现大一礼书充满了奥秘是吧 那个好像这四个国 一国落败又一国兴起金银铜铁泥的帝国 但是我们在新编的光照之下 我们再来看 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 我们知道说 其实都是指向基督 那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 要把那个最后的那个大帝国 那个半泥半铁那个脚要砸得粉碎 你其实就从旧约本身来说 你是无解 但是读到新约你就明白 然后我们在旧约的结束的时候 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是谁 弟兄姊妹 最后一位先知是谁 士喜约翰 士喜约翰 不是马拉基 是士喜约翰 士喜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 但是当士喜约翰 你记得士喜约翰 他是有一些困惑的 他在这个西律的监牢里面 因为他应该是知道奥秘的人的 他就是为这奥秘而来 他就是这个要揭开奥秘的这个先锋 但是呢 他后来看见 耶稣好像没有照着旧约翰 一种预言的 写出大能力来 把整个以色列的国度 树立起来 没有 所以约翰的疑问是什么 耶稣的表现并不像 弥赛亚的嘛 那圣灵的喜在哪里 那个对恶人像火一般的那个审判 在哪里 他是有一些 有一些困惑的 那耶稣后来就回答他 耶稣回到士喜约翰的那个门徒说 把什么指给他们看了 有瞎子看见 鞋子行走 大麻烦的被劫进 有死人复活 难道这一切还不足够吗 这就是弥赛亚的记号的嘛 很清楚的 那弥赛亚来 只有弥赛亚 才能够行这件事 就把这些奥秘哈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耶稣的回答是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他的意思是说 是的 上帝的国就在这里 然而有一个奥秘 就是对国度的这个新的启示 上帝的国就在这里 但是并非要摧毁 你们以为现在正在 挟制以色列人的那个罗马帝国 那不是 上帝的国要摧毁的是什么 撒旦的权势 上帝的国来了以后 要打破的是 撒旦对人心的挟制 上帝的国就在这里 但是他不是要改变 外在的政治秩序 他要改变的是什么 他也改变的是一个 属灵的秩序 他要改变的是 世人的生命 所以 这就是上帝国的奥秘哈 这是上帝首次 在救恩历史上 借着基督所显明出来的真理 我们昨天有讲到 昨天 昨天我们讲到 上帝的国来临 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分阶段的 第一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将这个国度带来 这个是已然的部分 但是将来 将来这个国度 要完全地实现 人的一切的 抵挡上帝的这个权柄 这些空中的 这些属灵的 这些抵挡上帝的 这些次序 要完全地被摧毁 那是未来的 上帝的国 已经降临 也正在降临 但是 我们现在 在这个教会时代当中 我们依然会发现 天国好像依然是 有它的奥秘 耶稣基督为了 讲明这个天国的 奥秘 用了很多的比喻 我在这里放的这个经文 是马可福音的第四章 那大家更熟悉的是 马太福音的第多少章 十三章 十三章 有很多的比喻 都是在讲 天国的奥秘 那今天呢 我们前面 一小点的时间呢 我们要聚焦在 天国的奥秘上面 我们要聚焦在 耶稣基督的比喻 透过比喻 所讲明的 天国的奥秘 耶稣基督的 每一个比喻 你看起来 它都是出自 当时一般人的 当时这个农业社会 它用的那个比喻 都是日常的 生活起居当中 你能够看到电的 撒种的 打鱼的 然后买卖土 土地的 做生意的 这些的例子 为的是要 阐明主耶稣信息 当中的主要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国的奥秘 上帝国度的奥秘 在圣经当中 奥秘呢 通常是一个 专有的概念 罗马书第十六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当中 我们来读一下 这节经文 唯有上帝 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你所讲的 耶稣基督 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奥秘 长久以来 曾经是隐藏不言的 如今却写明出来了 这奥秘是在上帝的永古以先就已经预定好的计划 他现在 他现在借着基督向我们写 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写出来 现在显示出来了 启示出来了 那我刚才讲到说 你看到 这个 在大英语书当中的那一个 那个异象 那个异象当中 你记得新约 你看到 那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 要把这个 这个大帝国啊 这个巨象要砸得粉碎 然后 这个打碎大象的石头 然后呢 又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这个是什么 我们看到说 这个 这一段是旧约先知对未来的预言 众先知都非常的迫切地 盼望上帝的国的来临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们知道说 那个时候上帝要做王 他们不到的意义说 我们的神要做王 我们的神要做王 要统治治理 整个的受造界 统治全世界 那我们前面讲到说 上帝的国 主要是什么 上帝的统治 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掌权 上帝的权命 所以当上帝国来临的那个日子 当那个上帝的统治的权柄 可以完全地施行的时候 他要取代世上所有的内国和政权 上帝的掌权要打碎一切历史上 骄傲的执政独裁者 他的权柄和国度 要扫除一切敌对的势力 在那一日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王 唯一的主 在旧约当中 上帝国的来临 被当作是一件独立的大事 上帝全能的力量 要扫除人类掌权的邪恶国度 并要以公义来充满全世界 所以刚才我也讲到说 这个 当世行约翰 有疑问的时候 它其实代表的是 整个在旧约的传统当中 这些读了旧约 看到了上帝的预言 说上帝国来的时候 就是那样来临的人 他们在心里面 会有一些的困惑 他们因为他们看到 他们看到弥赛亚来临的时候 应当是大有权能 但是耶稣却是自己卑微 甘心顺服 服在律法以下 服在人的权柄之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国的奥秘 上帝国的奥秘 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的 是因为在心里的光照之下 我们能够明白这里 其实你想想 如果你在旧约的时代 你读了那些预言 你的盼望师会是什么 你看旧约的拉比 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个试图用理性去理解 有些人试图用他们的 用其他的更多的意向 书写 想要明白那些启示 到底是什么 但是直到耶稣基督 来 财宝这个奥秘 启示点 所以 你看到 我刚才讲说 上帝国要分为两个阶段 在世人当中工作 一方面上帝的国要以 但一底所预言的那种方式降临 到了那个时候 确实 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 我主的国 我神的国 这个世界将看见 上帝的国度大有能力的降临 这是真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奥秘 和这个新的启示 就是福音 就是上帝国现在已经 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 在世人当中工作 他并非现在就要 毁掉一切主人的权柄 他并非现在就要 从世上除掉罪恶 他并非现在就要 完全地毁灭国鬼散弹的形式 更不是现在就带来 世纪约翰祖期待的那个 火的洗礼 活动是怎么来的呢 是静悄悄的 来到 他在世人当中 是做工的时候 并不为多数人 从插紧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子 当我们今天 居在这里的时候 上帝的国 站不在这里 但是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附近的那些人 观看我们的人 他们能看到个什么 他们看得懂吗 他们知道说这里 哦 这里有上帝的国 太好了 这里有天堂的门 这已经在这里打开了 如果这个赶紧我要进去 会也站在什么 一个也不可以 我们是来避暑 我们是来避暑 上帝的国在世上的时候 他是不为人所认识的 所以你知道 耶稣讲的那些比喻 你从这个角度 你再回头去 就看耶稣 他说 我为什么要用比喻讲呢 是要叫你们明白 那些不明白的人 就不明白 就属灵而言 国度带给人 因上帝做王而带来的祝福 是释放了我们 释放了我们这一生 因怕死而成为撒旦的 奴仆的这些人 我们现在不再在撒旦的权下 我们不再在撒旦的权柄之下 不意味着我们不在他的搅扰之下 他依然可以大有能力地做工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说 我们不再惧怕他 因为他最多能够毁坏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身体 他最多可以 上帝给他的最大的限度 就是把我们这些信的人 属于上帝国的人 从这个世界上 以肉体可敬的方式 把他消灭了 但是 这个也不能够改变 上帝的子民 他已经进到上帝国里的 这个事实 所以 我们这里讲说 上帝的国是一个赏赐 也是一个礼物 世人可以接受 也可以拒绝 其实这是上帝国的奥秘的 一个难以思议的地方 你想 上帝的国 居然可以被拒绝 上帝的国在此时此刻 是以劝化人心 而不是以强力征服的方式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 在另外一个世代 在我们昨天讲的 那个来世要开启的时候 上帝的国还有这个方式吗 不用这个方式了 那个时候上帝的国 就不再是说以劝化人心的方式 就直接是宣告 凡事不服从的人 就要被丢到地里面去 而且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已经不再给你机会说 我来问问你 你愿不愿意投降 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反而是在他来之前 也不投降的人 就要被摧毁 就要被毁灭 你知道 但是奥秘是什么 奥秘就是 今天 上帝的国度在我们中间 居然是一种卑微的 一种不起眼的 这样的方式在工作 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订阅我们来读 我们来读一下 王太福音的十三章的 一到九题 这个杀种的比喻 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王太福音的十三章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看到天国的奥秘就是这样 上帝的国 此时此刻已经临到了 但是并非以不可抗拒的 强权的姿态出现 上帝国已经来到了 但是他把跟那个 把具象打得粉色的石头不一样啊 也不是现在就要出去一切的邪恶 相反的 天国呢 就像一个人出去撒走 虽然他并没有抢 或是人接受 有人就像豪土一样 完全的接受 然而有更多的人 我们叫他前面三种人 这三种人都是不接受的 一种有四种人 但是前面三种都是不接受的 我们看到第一种人 第一种人 第一种人是什么 第一种人 就是那个 撒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进来 有一种 有一些人听到了天国的道 但是那个道 没有进到他们的心里 他耳朵听到了福音 心里却不了解 所听到的真理 因此撒旦前来 就把他心里的种子抢夺了 没有生根 就没有生命 所以 你看我们信主的过程 其实很多年都是这样 你听福音 你觉得即使你理性上 有些认同了 但是在你心里面 撒旦每一次都把这个夺去了 还没有生根 就过去了 所以你就 你就一直是不信 一直是不信的状态 而第二种人 停留在表面上 他们听到了天国的福音 似乎也接受了 也有了一些适当的反应 他也有反应 看起来好像有生命 这可惜的生命是浮浅的 就像在图前石头地上 撒下那个种子 它也长了 好像也长了点根一样 它也不长出来了 好像也长出来了 但是没有深度 或许他们的感情和理智上 都受到了激动 只是意志上 就丝毫没有动摇 没有实质的生命 当灾难危险到来的时候 他们便觉得接受福音 并没有救他们脱离罪落 尤其是为了接受福音的缘故 而面对逼迫的时候 面对这个世界的患难的时候 他们就会退缩 枯萎而死 因为没有内在生命的信仰 不过是假冒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是昨天我提到那点的 这个荆棘里面的土地 荆棘丛生的土地 他们似乎接受了天国的道 也活出了生活的见证 但是他们不准备接受 上帝国艰难的这一面 他们忧虑寿命的长短 生活的舒适 想要多赚些钱 想要搞个好的车 想买个大点的房子 想要每年有自己安排的时间 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 想去哪里去哪里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 想过什么日子过什么日子 他们 他们最在意的是 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实现 自己的生活能不能自己来掌管 他们的野心 他们的那些外在的 让人羡慕的那种生活方式 是他们能在意的 他们迫切地想要迎合这个世代 然后从这个世代当中得好处 这些事情在他们的心里 都会挤压住上帝的道 所以结不出福的事情 昨天我就问到大家 我说这人得救吗 这人得救吗 这人不得救啊 这人不是说 哦 他只是软弱一点的 他只是生命不那么成熟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 我想啊 我们 因为我们是同工 我们在这个道理 应该会明白的多一点 在你所面对的弟兄姊妹当中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样劝评他 你不是说 哦 弟兄姊妹 那个亲爱的弟兄 你现在只是软弱一点 你现在需要好好祷告 你现在需要好好读经 你都来聚会 然后你慢慢慢慢就好了 不是的 你告诉他 其实你要告诉他 你还没有违改 你还不知道 你现在还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其实你非常危险 千万不要以为 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你这是有点软弱 不是的 他不是有点软弱 他根本就还没有 还没有重生 在教会当中 在今天 全世界的教会当中 充斥了 充满了这样的 还没有重生的人 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 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 有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在讲台上 我们不是要指责这些人 我们就是要不断地传福音 告诉他 基督现在就把恩典给你 是吗 那好土地是什么意思 好土地是基督 他的道 已经在人的心里面做工 把那些石头搬走了 把那荆棘砍掉了 然后才预备好的 所以今天你听得到 你今天就要开始 回应 要回应你所听得到 你不要等到将来 我等我过了这样艰难的时间 我现在工作也找不到 我现在没有钱 我现在有这个困难 有那个困难 等等 不 现在 现在就是越纳的时候 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天国的奥秘 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了世上 但是人居然可以拒绝 不要他 天国并非所向披靡的顺利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 对于那些只信仰 就业圣经的人而言 这是一件令人震撼而不可思议的事 他们相信当上帝的国来临的时候 必须是大有能力的将来 没有人可以抗拒 谁能够反弹上帝的权威呢 然而天国的奥秘是千真万确 国度就在此时此地 只是人能够拒绝 好奇怪吧 这就是奥秘 奥秘是在于 你传了福音 人居然可以不要 你明明说这是个好家 他说我觉得不是 我不想要 天国的奥秘是千真万确的 国度就在此时此地 只是人可以拒绝 直到有一天上帝确实会彰显 把你完全促成 整个世界上的败败和罪落 只是现在还没有 上帝的国在世人当中工作 但是他不会强迫人 他不会强迫人 他不会强迫人 俯首贵败在国度的前面 因为人要愿意接受 这种接受必须是出自愿意的心 和顺服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 昨天晚上我们讨论到 这个再后的要再前 再前的要再后啊 你发现 服侍教会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人没有愿意的心 没有顺服的理 你发现 俗世就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重担 他自己不愿意 他就开始生出很多的抱怨苦度 他做了一点 他就觉得 我做的事情 我做的好辛苦 但是没有人看见我 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 来支援我 没有人来表扬我 你知道 顺服头 对一个基督徒是多么重要 顺服的人才能够容忍 我怎么能够顺服呢 我看到教会这么破破烂烂的 这么现在的 这么难的这种状况 你们都不怎么样 然后还要我们顺服 你们就是想要压制我们个人的自由 我压制你的自由干什么 你给我唱出什么好事吗 压制你的自由干什么 你想想在今天这个时代 难道我们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是一个邪教 我们这里不需要产生任何的教主 如果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说 要你无条件的服从他 你马上要反对他 你不告诉他 你过一边去把撒蛋 那你什么人是吧 你那个时代 你要是无条件的顺服你 但是你知道很奇怪是 有很多人 他很希望跟随的是 那个可以无条件顺从的那种领袖 这个领袖说来 把钱给我 他就把钱给他 来 跟我睡觉 他就跟他睡觉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奇妙人 只有这样的领袖 任何事 任何一个领袖 叫你跟他做这些事情 你就要把你滚一边去吧 是吧 你是谁啊 神经从来没有 没有要你说服这样的领袖 从来没有 所以有一种人啊 前两年我看到教会里面 不大点有人在贴 那个关于属灵涅带的文章 我看得非常的生气 我看得非常伤心 莫名其妙 你们的暗示是什么 你觉得你在那些教会 我们手里上灭在你了吗 我是炸起那些钱财 还是让你给我睡觉了呢 莫名其妙啊 因为西方教会里面 经常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深厚的传统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 真的是很顺服 那领袖叫他干什么 他就 对啊 上帝的仆人叫我干的 他肯定是有道理的 他想不通 他也去干了 他是你想中国人 我们经过共产党这些年的 荼毒的人 我们哪一个人会是一个理性 就说把你的钱给我 他马上说要多少 三万还是五万 我马上去取钱 有在那儿吗 根本就没有 对吧 首先你让他给三万块钱 疯了吗 马上就报警了 是吧 炸片饭 炸片饭 现在的比如说 我想在我们当中 现在在我们教会 我不是只我们这一间教会 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 其实很难的 就是后面那个词啊 有愿意的心 和顺服的人 因为我们里面 天生的就有一个不顺服的 我们不愿意说 附同任何人 即使我告诉你说 这是圣经的真理 很难 不能顺服 我说弟兄 你要好好地善待你的妻子 不要骂她 这个魂也带你吗 然后过两天 你还是在 你过了一年之后 你还是在 跟你妻子一吵架 你要动手要打她 这样的人 你说 根本就没有顺服可言 你想 你期待她能够成长吗 她不会有成长 所以现在这种 什么叫好土地 好土地就是 那个愿意的心 和顺服的人 好 好 我们再来读些经文 马可福音四章的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 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神的做多 路头人 把他在地上 在地上 非得是教 白人起来 自从就发现 那人却想得 如果这样 定心之谷 只是福与自然的 先让她们 后来想睡 再在后睡上 就见了 麻烦了 你自己隐秘 不尽手 就会有 你来说 所以因为来说成了十多大了 天天有圣灵提醒你 然后干这个干那个 不是的 在不知不觉之中 圣灵的工作好像不存在一样 但是有发现 过一些年之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当年跟你一起上受洗班 当年一起跟你上福音班 当年跟你一起转会的很多人 有一些人过了十年 过了八年 他们的生命纹丝不动 纹丝不动 依然牢牢地守着那个自我的王国 依然在那挑教会 挑来挑去 因为他曾经委屈在那个教会之后 他发现 这叫什么 曾经沧海南围水 出去乌山和世云 除了秋雨就找不着心爱的教会了 因为你从秋雨待过的人 所以很多人离开秋雨之后 很悲惨 为什么 因为他挑来挑去 挑来就发现 再有没有一个牧师 那个像王于牧师那样 把道讲得那么清晰 讲得那么动人 然后他总是看不起那个牧师 他坐在那里 心里就不行不行 不如王爷 不如王爷 那这边生命能成长啊 他离开这间教会 他怎么能够成长 他过了十多年之后 就发现这个人 依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是个可怕的道德主义者 他虽然受了王于牧师 很多年的牧养 告诉他说 道德主义如何可怕 自由主义如何可怕 但是因为他不顺服 他跑了 他跑了之后 他也想说 哎呀 谁来支持我的自由主义吧 谁来支持我的道德主义吧 谁能够治你呢 圣灵给你的 你的不服 然后你不服道 听得道不服道 每次听到 哎呀 好扎心 好扎心 我听得泪头满面 回去以后 依然无助 这样的人 你指望他会成长吗 不会的 我发现 你想想吧 跟你一起信主的人 今天他们在哪里 有许多人 他们今天在哪里 我才前两天 跟你一个弟兄讲 他跟我讲 他说 他说我服事 我觉得我服事的重担太重了 我觉得我的生命 不足以承担我的服事 我要 我决定好好休息一下 我说你不知道 神国的奥秘 神国的奥秘就是 没有一个人配得服事 没有一个人生命说 我可以做足道 我可以做传道人 我可以做什么 没有一个 如果我们说 我的生命 还不足以承担我的服事 然后我要休息一下 也知道 你就休息去了 你没有办法往前走 神国的奥秘是什么 就是我们本才不配 但是上帝说 上帝说你配 上帝说你配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靠自己 你是靠上帝 所以假设伟 可以做父知识吗 很多人说 不行 不行 没有结婚 莫名其妙 谁说的 谁说没有结婚 你不能做父知识吗 是上帝告诉你们的吗 上帝没有这样告诉你们 你们为什么 自己发明了一套呢 为什么呢 就在这间教堂里面 有许多人说 我假设伟 没有结婚 谁告诉你 没结婚不能做父知识 或者说我们当中 有些姊妹 有些姊妹 我姊妹 姊妹不能做代理 你要看她代理什么呀 姊妹不能做父知识 可以做的 最后曾经讲过 我说 不要自己搞那套东西 来挟制别人 还有一个 如果你已经做了组长 就不要怀疑 自己能不能做组长 如果你已经做了执事 就不要怀疑 自己能不能做执事 因为这不是你自己能的 这本来就是上帝 给你的一个恩典 所有的扶事都是恩典 在扶事当中的人 越多扶事的人 越多给出的人 你才发现什么 因为你没给一次 你发现里面是空的 你里面有什么可以给的 你给一次 按照人意性是在哪 你给一次 你才希望 给我给了 怎么没完呢 给我个笑脸呢 给我说声谢谢 没有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心里面 哎呀霸凉霸凉了 我给了三两次之后 我再也不给了 我发现 给是一个太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吗 如果这样的话 扶事真的就会成了越来越苦 越来越苦 你走不下去的 这一个 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比喻 他表达了一个基本的真理 是什么 就是上帝的国 就像一粒种子里面 包含了所有的生命法则 撒种的人 没有办法 私与生命给种子 他也不能够叫生命成长 或者继续繁衍 他唯一的工作 就是撒种而已 然后他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就是你知道吗 教会的 我以前讲过 现在很多人 都不同意 但是我依然要讲 一种真正的牧养 我们教会 这几年最大的推荐是什么 是讲台的衰弱 不是情况 你听到说 我们教会牧养不够的那些话 那些话都是空言 都是谎言 但我说谎言那一次 不是说人说的谎言 就是魔鬼 放在我们教会当中 搅扰我们 牧养永远不够 因为上帝给他的子民的一个真正的牧养是什么 就是道的牧养 这道能建立你的生命 而不是人来陪同你 来跟你吃饭 来跟你说话 因为你跟他说话 说三年五年 他也依然纹丝不动 有一个弟兄 我说他名字 大家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王一慕斯陪他吃饭 吃了一年 吃了两年 然后后来 他依然成了王一慕斯的反对者 而且是非常坚决的反对者 后来 后来他哪个地方都看不下去 后来 后来听说 我最近的消息 就听说 这个人要跟他的亲子离婚 我不知道离到没有 有些人是非常非常 不是特别 你每个月给他吃一次饭 就能够解决你的 他如果不服道 如果道都不服 他能服人吗 这样的弟兄姊妹 所以 是的 我们这几位传道人 讲的道不那么美丽 不那么动人 修辞各方面 确实会有些欠缺 我们的生命也会成熟 是的 但是你要看一点 我们是不是在诚诚实实地 讲上这个道 那个时候讲的确实不好 但是这个是不是道 他是不是上的真理 我们也没讲偏语 你讲错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还是可以同行的 虽然你可以说 我不喜欢了 我有点不太喜欢 如果我们讲了一个地方 有任何地方违背了真理 你都可以来指证我们 是的 你要自己去查看圣经 晓得的道 是与不是 如果不是 如果讲错了 你当然可以指证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不要公开的攻击 您在四下里面要担 弟兄 您那次是不是讲错了 这个地方讲的是不是有问题 没问题的 很好 这样你会纪念你 哦 弟兄姊妹 我们 我们 我在这一教会 俘式的秘诀 有些人问我说 你想 你的压力这么大 你不压垮了吗 我的秘诀就是这个基本 就是我该睡觉 就睡觉去了 是吧 我干完这个活 我干完我的事情以后 我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 我就发现 因为大家都长好了 哈哈哈 因为有上的事你们长了 我做了 我该做的事 我说 那你没做好啊 我说 我只有这个水平 对不起 我只有这个水平 上去只给了我这么多 我就做这个事 然后其他呢 我就睡觉 这叫睡觉神学 哈哈哈哈 好好睡觉 该睡就睡了 当然睡了也不多 因为除了教会的事情以外 也要处理其他的事情 处理其他的事情 我也是这样 我做了 我该做的事情以后 我就交通了 我就不管了 突然的话 你想想 有的时候 我一个人担着 好几个人担着 确实是挑不起 如果我每个事情 我都想要把自己搞好 把这个事情搞好 把人都搞对 我搞死了也搞不完 睡觉 好好睡觉 不要失眠 我说不要失眠 意思就是说 很多时候失眠是你选择的 你自己卷自己呢 自己跟自己斗争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然后这个事情没搞好 那个事情没搞好 半夜起来 还把那锅再洗一遍 为什么呢 因为明天有个客人来你家 看到你家这个 锅不够干净 就觉得 哎呀 我得死 你这样就会 你这么多的焦点 你怎么能够好好的睡觉呢 睡不好觉 亲爱的弟兄弟们 上帝国的奥秘是什么 上帝的国是一个神迹 他是上帝超自然的作为 人不能够靠自己建设和做巩固天国 因为这个国是上帝的国 是上帝的统治与掌权 如今上帝已经把天国的福音委托给人 出去悬扬上帝国的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责任 只是 天国的实际工作 仍然是上帝自己的作为 不是靠人的努力 不是靠人的计策 不是靠人的这个方法来解剖子 更不是靠人的伎俩来解剖子 而是靠 国度的生命 这是上帝自己的作为 这就是国度的奥秘 在那日到来之前 在这个时代结束之前 上帝已经透过基督道成肉身 进入人类的历史 在世人当中工作 带给相信接受的人 从他的国而来的生命和助手 国度的奥秘是你 国度的奥秘是 国度卑微的 悄悄的来到 成为加利利的一个武将 在巴勒斯坦一带传讲天国的福音 把人从撒旦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 到他的门徒 也同样四处去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天国就领到了中 天国是如何拓展的呢 天国就是透过一个一个的人 来传讲天国的信息 当你传讲这个天国的信息 当你传讲天国君王的 这个死而复活的好消息的时候 天国就领到了这个人 所以你只管讲 你只管讲 不要必可 这个时代的人 有耳可听的他就会听 那那个不愿意听的人 他的耳朵是摆设 他这个摆设 他有耳朵他听不见 那是他的事情 那你要知道 那也是上帝的事情 上帝使他听不见 所以 我这段时间跟新月交流 我越来越深的看见说 留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 是主使他留下来的 离开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 也是主使他离开 有些同工啊 有些人 其实从我们个人 从我们的心里面 我很想他留下来 我特别想把他留下来 但是主的意思是 No 我也带他走 我就想主啊 你带他走干什么呢 有两种可能 我一直想说 主说 我要在另外的地方 更大的使用这个人 免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嫉妒你 免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嫉妒他 然后 就不让他那个机会发生 把他带走 让他在另外的地方 好好地修正 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说 这个人 我要把他挪开 免得他成为你们当中的 绊脚士 他绊倒你们当中 许多人 在那里拨散 纷针跟疑惑 是许多人 没有办法好好地维持 离开的人 是主带他离开的 主或者要大大的使用他 或者是为了 不让他 阻碍神国的计划 那我跟你说 我们的教会将来 可能有一百万人 你想呢 如果 如果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可以追求的目标 你知道 有多少人会站起来 No No 不要 不要 我就要一百人的教会 一百人多么好 千万不要一百万 一百万 我们就看不见了 是不是这样 我都 很多时候 比弟兄姊妹 个人的那种 被满足 看起来好像 是更加遥远的 不值一提的事情 我们经常想到说 以前王一牧师 我们怎么对待王一牧师的 其实这间教会 一直在 吃王一牧师 但是 骂王一牧师 这间教会 一直是在一个教会 直到今天稍微好转一点 今天稍微好转一点 因为牧师终于 不在我们中间了 终于被主提升 然后成为了一个 圣人员的存在 然后 谁敢骂王一牧师 谁敢 今天没有一个人员 大家都闭嘴了 现在 没力气人骂他 哈哈哈哈 还是你妈了 怎么敢 在我们就会 现在不在 不在家里人骂啊 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正在吃王一牧师 你还要吐槽吗 我那边跟弟兄说 吐槽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边在槽里面吃 一边在那里吐 哈哈哈哈 我说不要吐槽啊 不要吐槽 不要吐槽 不要吐自己的饭啊 你吐口水 你跟你想想吗 你小朋友才干这种事情 是吧 小朋友也不干 小朋友 小朋友就不 他们没办法控制自己 留在口水上 他不能吐啊 所以不要吐槽 不要抱怨 你在这间教会 受到上帝多大的恩典 然后你说 我不满意 我有点都不满意 求主来天为我们 上帝 上帝的国在中国 正在大力的拓展 现在这种自卑 如果不使用我们 就会使用其他人 上帝 上帝 上帝的计划 一点都不因为 人的软弱 退后 人的罪 而受到四号的拦阻 上帝当然可以兴起一个 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 我可能服侍教会 服侍主 有一个拦阻是什么 就是我是北大年纪生 黑夜人 很有可能是这个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东西是一个 有利的条件 但是实际上 可能拦阻了很多人 很多人就以为说 保英强那种人 跟我不一样 我问你是什么 你是有很多资源的人 是有很多这个机会的人 我没有嘛 我也像你那样的时候 我就豁出去了 真的吗 也像我那样 就豁出去了 但是永远会成为 当然我自己 对我来说 也是个男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难 真正的降杯子 我很难 我很难 真正 虽然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是 其实你看 我就是农民的孩子 我其实是一个 从各方面 我都没有任何价值的人 但是人心里面 总觉得 你有点神 对吧 你跟我不一样 很难 这就是基督 为什么道成肉身 要降到最低的原因 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些传达人的降杯 可能还不够 还不够 求主来怜悯我们 天国安静的 天卑的来到我们中间 没有从天上降下来的火 也没有令人炫目的荣光 没有天风地雷的震撼 它只是一粒小种子 埋在土壤里 是人刚硬的心 却敢于 能够 拒绝接受 若是发了眼 有的时候 也会被其他的思虑挤住 甚至他的生命 似乎 雕尾 死亡了 但是他仍然是上帝的果 能够给人带来 奇迹般的新生命 能够引导人 进入到上帝掌权的福分当中 对于那些接受的人而言 这的的的确确是上帝 奇妙的恨敌 一样的国度 一样上帝的大能 将要在那个世代的末了 全然地张选出 张选出 到了那个时候 上帝国不再是 静静地 运归在人心当中 不是 而是在极大的能力和荣耀当中降临 并且扫除世上一切的罪恶 这就是上帝国的福音 这就是上帝国的奥秘 好 我接着去讲 国度的生命 国度的生命 要休息 休息 讲完这个再休息 因为这一讲 我还有一讲 还有今天上午 开始的稍微晚了一点 我们就讲完这一讲 然后中间再休息 上午讨论的时间 可能稍微短一点 因为我已经 尽量的浓缩这个内容 所以呢 我想如果完全是 讲这个主线的话呢 会让大家有点 有点吃 吃 消化不良 所以稍稍的托充了一点点 好 我们讲完这个国度的生命 然后再休息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圣经对于上帝国 奥秘的教导 这个奥秘是什么 这个奥秘是对上帝 行事计划的新启示 没有对就业时代人的行 从就业的观点来看 上帝国度的降临 指向的是 是希望对现有的秩序 法则 制度 转变 是希望这个外在的 整个世界的秩序 被改变 因为上帝的国度 确实将要改变 一切的政治秩序 并且取代 所有人为的管辖 和权力 是的 但是啊 但是我们 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一项 圣经真理 就是当上帝的国 降临的时候 连自然间的每个地理 都要被改变 整个地球都要被转换 必有新天新地在其中 上帝的被造之物 要从趋向死亡 败坏的现实中 得到释放 意思说 上帝的国 不只是关乎教会 也关乎世界 有一天 上帝的国 基督 记得基督再一次到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再没有其他的权力 其他的政权 可以继续存在 要完全地被打碎 整个世界都要被更新 整个宇宙都要被更新 天要像一个书卷一样 卷起来 上帝要重新地 布置整个宇宙的计划 地球要被改变 今天让这个地球 能够稳定地运行 在太阳系当中 让太阳系可以在 银河系当中 能够稳定地存在 和运行的 这一切的秩序 将来要被改变 天然又再一次地被调整 适合那个新天 和新地球的存在 因为在那个新的地球上 再没有罪 再没有饥荒 再没有战争 再没有那一切的 眼泪痛苦疾病 我们刚才看到说 国度的奥秘是什么 国度的奥秘是将来 有一天要改变 整个宇宙秩序的这个国度 已经进入到现今的时代 虽然如今旧约的法则 没有尚未改换 国度却带给人 从上帝国而来的福分 旧的时代依然持续着 但是我们可以预先来支取 那将来时代的难备 撒旦的国度仍然存在 但是上帝的国度已经进来 使我们现在就可以从撒旦的捆绑 和权势之下得到释放 不必再受罪和死亡掌权的瑕疵 这一件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 未来国度荣耀的能力 已经临到了这个时代 已经临到了这个世界 已经临到了我们 以一种隐秘而安静的方式 在世人当中工作 圣经对永生的教导 这是我们在讲的 我们现在开始找到生命 国度的生命是什么 就是永生 圣经对国度的生命的教导 也蕴含着同样的真理的架构 永生本来是属于将来的时代 属于未来的荣耀的国度 但是如今 今天永生就已经显明在 这个邪恶的时代 是适人 现在就可以获得的 所以 大家注意 在圣经当中讲到永生 神的国 天国 救恩 得救 都是指的同一件事 也都是属于未来的事 你记得罗马书 讲到 这个保罗说 我是盼望身体得救赎 是吧 那一生不是已经得了救赎吗 怎么还盼望得救赎呢 是的 就在这些已然和未然的结束 本来是未来的事 是主耶稣为 跟从他的门徒所预备的 是将来的事 但是今天已经 我们已经得到了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未然 我们说活动的生命是将来的事 然而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发现 这样的一些经文说 我来了 需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稣来了 今天就要我们得生命 不是在未来 就是在现今 当我们还拥有血肉之体的时候 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的时候 那将来时代的生命 却在此时此刻 已经临到了身上 大家会唱那个 神爱是人 神爱是人 神只将他的 不舍爱此 赐给我们 叫亲亲他的 不知灭亡 不知灭亡 浑泛的永生 神爱是人 神只将他 赐给我们 神爱是人 赐给我们 叫亲亲他的 不知灭亡 不知灭亡 这个反对永生 这个反对永生是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 现在就这样 所以那 听我话 用心 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 出死入生 已经 所以永生的意义是什么 永生的意义是什么 永生的意义是我们 已经在此时此地 建立与上帝的个人的关系 永生是指我们 被指引到 被引到上帝的面前 永生是指上帝已经成为我们的上帝 我们已经成为他的主 上帝已经成为我们的父 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我们能够与他有团体的关系 这跟曾经讲的经文是一样的 是吧 完全契合的 我们已经开始 他的生命有分 永生的第二个意义是这 圣灵的生命 住在我们里面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够见神的果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够进神的果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重生的 就不能够见上帝的果 就不能够进上帝的果 属于那个将来世代的生命 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使我们进入到这个永世 上帝什么时候赐给我们圣灵的呢 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赐给我们圣灵的呢 重生得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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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从广义而言 我刚才问的是个狭义的问题 从广义而言 外面的这朵花 之所以开了 是圣灵使它开了 那个 那一些这个 那我们这个院子旁边 各种各样的花 各种各样的植物 它们的生长 都是圣灵使它生长 你说 怎么知道是圣灵 我们以前在那个 那个课程里面讲过 你怎么知道是圣灵做的 不是上帝做的吗 上帝透过圣灵来 使一切生命生长 那今天 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得生命 都是因为圣灵 圣灵的光照 圣灵的领导 圣灵的更新 使得我们与上帝有份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圣灵 作为将来复活圣灵的出十度果子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迎接收成 就是从圣灵而来的丰富的圣灵 但是此刻 上帝已经赐在这里作为初熟的果子 我这个 主日去参加那个敬拜的时候啊 看到路边有一串葡萄啊 不是有 有一棵葡萄 接了很多串葡萄 其中有一串都看到路边来了 然后一看 上面有一个葡萄熟了 有一棵葡萄是已经是紫色的 其他的葡萄是青的 我说初熟的果子呢 初熟的果子又是什么 因为这一串葡萄 将来一定会都熟的 这一棵已经熟了 表明其他的也都要熟了 只是这棵熟了 和其他熟的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 基督作为那个初熟的果子 和我们说 中间隔了几千年 是吧 是的 但是 但是一定会的 基督是初熟的果子 这是一个比喻 在我们当中啊 圣灵作为这个初熟的果子 放置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预长到 将来那个完整的 天国的滋味 那一个属天的生命 此时此刻 此地已经住在你的心里 你知道吗 样子们你知道吗 知道吗 真知道吗 真知道 那我们 我们在这里 那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 上帝的果 就在此刻 降临在我们 上帝的果 他以一种 世人不能够理解的方式 一种卑微的方式 今天就降临在我们一间 永生 也是如此的 已经赐给了我们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恐怕都是活在 活在那个 将来的依序当中啊 我们总是提到 将来有一天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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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们 将来有一天啊 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都是盼望那个时候 我们我们歌颂那个时候 是没有错的 我们的福音也是 确实是充满了 应许和盼望的福音 是的 最美好最永远的是 是的未来 然而我们 不单单是为了未来 未来的事 现在已经开始了 将来的时代 已经触及了这个时代 上帝的果度 已经临到了你 属于明天的永生 今天已经来到了 与上帝面对面的团体 已经部分的刺激了 有一天要改变肉体 属于圣灵的生命 已经来临住在我们里面 并且开始转变 我们现在的个性和性体 这就是永生的意义 也是得救的意义 我们要在现今邪恶的时代 每天都过蜀天的生命 并且各地 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凡是拥有这种生命的 上帝的儿女 要一起来 侍奉敬拜 如同在地上已经 鲜长到天的滋味 这就是每个基督教会 应有的团契生活 请求上帝帮助我们 在这个时代 活出将来时代的生命 虽然今天我们 处在极大的艰难当中 这艰难不能够改变永生 也不能够改变 那个国度已经在我们中间的事实 所以无论我们教会在哪里聚集 你知道我们是奉天国君王的命令 在那里聚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 如果有其他人冲进来 大家一点都不需要跟他们做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他想 他冲击的是什么 他冲击的是上帝的国 我们人需要去捍卫上帝的国吗 一点都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捍卫上帝的国 我们不需要跟他们争 不需要跟他们吵 只要安静地任凭他们攻击 任他们攻击 你就看上帝如何护卫我们 这个时候不是看我们如何护卫上帝 我们就是安静地观看上帝的座位 上帝说 我看最近张三有点这个在家里面 心不在焉 读不进去 好 警察就把他找到 来 警察你把他找到 再去休息两天 往人带走了 李四 看到他最近跟儿子关系不太好 有点问题 他就找去了 找去了 其实问都问惜 其实不是为了问别的 问你说 你是有永生的人吗 请告诉我 你为什么非要在这里 我属于上帝的国度 所以我在这里 我是有永生的人 所以我在这里 你是在回答吗 他听不懂的吧 但是 但是他真正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为什么你问 他不是问那些问题 他是奉上帝的命来问你 你真的会生于上帝那个永远的国度吗 所以亲爱的听诚 很求上帝在我们今天 就赐给我们的这个确据 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 上帝已经引领我们进入与他自己的香蕉 并且赐下他的应许聘据 就是圣灵的同志 也是属将来的世代的圣灵 这就是上帝国度的福音 以及将来世代的生命 我们在这里就要休息了 所以 我为什么永生讲的比较少 因为 永生和国度的 那个奥秘 其实它是非常 紧密地领在一起 属于圣灵的生命 已经来临 住在我们里面 并且开始 转变我们的个性和心情 这就是永生的意义 也是得救的意义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住在这个历史的河流 住在实践的河流当中的人 我们已经属于永恒了 主啊我们这个 渐渐衰残的生命 我们每天都在罪恶当中 与罪恶相争 好像常常失败的生命 主啊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已经属于你的大能的天国 将来一定要砸碎世上万国的 这永恒的国度呢 主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你圣灵的大能 住在我们里面 将一切的真理指教给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 把那一个真正的奥秘 提示给我们看 叫我们知道 今天国度虽然卑微 今天虽然天国依然是微小 是主啊 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存到永恒的 我们因为属于这永恒 所以我们主啊你就赐个我们的力量 好来依靠基督向那个世界来夸胜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来继续的十人在我中间 来保守和允礼 接下来的时间 那四个弟兄姊妹 有一些休息交通团庆 奉靠耶稣基督保个人圣明 阿们 好我们休息到十点五